对 单身行不行 赚钱我最行 想要靠收藏 这个一些稀有的产品 来赚钱行不行 大家好 我是沁� devenit 好 没关系 很多人說我想投資 但是我不懂股票 不懂房地產業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那你有沒有一些過人的眼光呢 我們今天現場請到很多來賓 他們就是可以發現這些稀釋珍寶 而且越保持這些東西 保持越完好 它越增值 還可以賺滿多的 到底要怎麼樣找到 這些特殊的產品呢 你的眼光好不好呢 好 我們今天要來信息一下 聽聽看我們這些達人們的故事 他們怎麼樣 好 馬上介紹今天現場的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媒體人 彭華乾 歡迎乾哥 靜穎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們的塔羅牌達人 孟小靜 歡迎 哈囉好 靜穎好 大家好 好 我們的藝術投資顧問 周士涵 歡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球鞋達人十八哥 歡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服裝設計師 林國基 歡迎林老師 嗨 大家好 我們想先問一下 因為很多人說 這個收藏這些東西 真的可以賺錢嗎 是不是收藏興趣而已 有行無事 現場我們先民調一下 你覺得收藏品 可以賺錢的舉綠牌好不好 好 收藏品可以賺 登登 不然我們今天幹嘛錄這一集 但是可以賺錢 行啦 你問收藏家 絕對他們都說會賺錢 都會賺錢 但重點是 你收藏的東西對不對 去哪裡買到對的 去哪裡賣 不能收藏到假的 而且不能有行無事 今天要聽到朋友來分享一下 而且每個人的產品都不一樣 現在看乾哥旁邊這個 哇 這種武器 這個是 嚇到 你會嚇到 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這是我花費了十五年的心血的結晶 十五年 聽說你收藏了上千架的 上千件的這一些產品 其實隨便用我家的一角來給大家看一下 請導播敬咖一下 就是說 軍事模型好多 我家裡 就光是這個茶几上面 就是擺這樣的東西了 所以大家一看說 天啊 你這個一定是玩具小飛機 錯了 這個飛機在 就是大家看 在這個畫面上面 我這個 我現在拿這個板子 然後在現場的桌子上面 跟那一架飛機是一樣大的 是這麼大的 所以家應該有一個五百坪 對 有上千件的這一些 對 我有上千架的飛機 所以說 有這樣上千架的金屬模型 對我來講是一個 非常大的療癒作用 大男孩的玩具 為什麼 因為大男孩始終有一個夢想 就是他小時候 喜歡看天上的飛機 但他不見得能夠擁有 所以說你等到你長大之後 你有經濟能力之後 有一天我到萬年大樓去 然後我本來是要買一張舊的CD 舊 一不小心看到了 像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真的很多 驚為天人 什麼時候模型市場 已經演進到這個階段 所以我今天特別帶這些東西來 就是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 都是非常有價的 尤其是特殊產品 對 特殊的品項 它是很有價的 而且其實它原來的就滿貴 我以前在萬年看到 我就是很驚訝 說這個模型要這麼貴 像比如說我現在隨便拿 好 為什麼一定要拿這一家 因為這家是具有代表性的 七十二分之一的F14 熊貓式戰鬥機 它可動的地方可多了 它會動耶 它會動 後面也會動 然後殘蓋可以開 對不對 所以你就想要 它是金屬製品 其實很重 靜音 你可以感受一下 它的重量 這可以飛嗎 你用手 手心 會摔一下 壓力好大 好大 很重喔 很重 OK 你拿一下就好 它不讓我拿過來 太危險了 你拿過來 等一下 閃下去 五千塊就飛了 好 那所以像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它是流行文化的重點 它是什麼 阿棠哥 Tong Cruz的捍衛戰士 開的就是這一架飛機 對 所以你都會想說 為什麼我會特別拿這架來 對 就是說 I went through the sky 就這一架 就它 所以它為什麼會值錢的原因 就是它是流行文化的表徵 那再把它翻過來 就可以看到說 八枚飛彈 應有盡有 看到沒有 好幾圈 大家仔細看 所以我們常常講 鳳凰飛彈 在這裡 中央四顆有沒有 麻雀跟響尾蛇在這旁邊 所以大家就想說 這個東西看起來 幹哥你介紹以後 賞心悅目對不對 好 這一架現在的價錢 已經漲到了八千了 也就是說我當時 買的時候是五千塊 現在已經是八千塊 漲六成多了 坦白講 國基兄就知道了 當你有這種東西 你是不會賣的 為什麼呢 它會漲到一萬塊 那請問你 這個是幾年前買的 十二年前 它有十二年前 國基老師說 我這個漲得比較多 你這裡面最貴的 聽說是這一艦軍艦對不對 那這一艘軍艦 我特別來介紹一下 博物館級的軍艦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叫做紀德艦 紀德艦很有名 非常有名對不對 對 你是主播 你一定有曾經 這個介紹海軍的演習 對不對 這艘紀德艦 就是說大家 到時候請導播 我們靜咖一下 看就是說 它是非常的細緻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連所有的細節 全部都做出來了 所以純手工 它是曾經代表 這個我們的台灣的玩家 就是作者去參加過香港的比賽 是德冠軍鬥登來的 它是博物館級的軍艦 大家仔細看就是說 它從它的電線 鬼桿 雷達煙囪 對 後雷達 後煙囪 連它的方針快炮 以及直升機 再到它的標準飛彈 再到後面的五寸快炮 連國旗它都做了 有 剛剛看得好細 連小小樓梯也都弄在裡面 這個做完眼睛都快瞎了吧 這麼精緻 靜宜她就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產品 獨一無二 絕對沒有的 所以我現在就要講 它的身價 對 身價不菲 為什麼 當初買的價錢就不便宜了 三萬五千元 三萬五百 的成本 成本 的成本 好 它後來現在是多少錢呢 現在已經漲到了十多萬 那它到了十多萬 可是說一句實在話 它也算是我的正家之寶之一 只有這一艘別無分號 價值就在這邊 不一樣 這個已經十幾萬 那這一台那個戰鬥機是不是 這台戰鬥機 很抱歉 導播 這個我要把它抱起來 大家仔細看 美國的F-15E打擊鷹戰鬥機 大家仔細看它 它已經快跟我的身體 融為一體了 為什麼 這叫做空幽迷彩 我今天特別穿灰色的這件衣服 來就是告訴你 它在天空中 它可以融入環境之中 不容易被敵人發現 OK 大家看到了之後 覺得很精細對不對 以為是烏雲飄來 其實是戰鬥機 對 就戰鬥機 然後我們再轉一圈 來看它的肚子 肚子才是重點 它的重點 你看到沒有 你看我 火力強大 火力太強大了 對啊 它殺傷力很強 大家可能看過一個電影 叫做鷹烈的歲月 那叫B17轟炸機 對不對 對 好 我可以告訴你 它現在的炸彈量 就跟那一架 比它大很多的轟炸機 完全一樣 它可以在發盾的炸彈 所以現在在畫面上 我覺得大家 很多飛機迷役看到 一定覺得說 幹哥 賞心悅目 真的賞心悅目 仔細看飛彈後面的引擎 就是我在手 看我的食指在點的地方 看我在點的地方 就可以知道 這邊是引擎 引擎的口 往前看 它是不是有一個 金屬的感覺 金屬片的感覺 非常之細緻 它連這種噴漆 它都噴得這麼的漂亮 所以大家就知道說 像這一架飛機 它的製作成本是 五萬元 五萬元 製作成本就這麼高 製作成本就這麼高 那現在 它其實老實講 也有人跟我出價二十萬 翻四倍了耶 賣 不賣 不賣 所以大家想說 要翻四十倍再來買 好 我們就來講 這個五一我可以馬上講出來 高鐵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來看 它這個裡面的列車 就像這個盒子裡面有四部 有四部 那這個列車 700T系列的N-Gray列車 它是真的可以跑的 你懂我意思嗎 它不是玩具 是可以跑 它是可以跑的 它底下這個小小的輪子有沒有 它是金屬的 也就是說我們家裡必須準備 四乘以六公尺 建方的鐵軌 它可以在上面跑的 可以飆的你知道 好 那這真的是一整組 你看這個配樂奪竊盒 對不對 聽到這個大家就覺得 很親切對不對 對不起 這個總共有三個這種盒子 裡面有四台 是十二組的 就是對 十二台的 十二組的 好 我來講它的身世跟來歷 真的很好玩 就是以前殷琦高鐵董事長 送給我一個朋友 一個政界的重量級的朋友 然後送給我的朋友之後 他看不懂 他說這什麼 然後殷琦說 這是可以在地上真的通電之後 可以跑的 你家的鐵軌控制器可以跑的 啊 不知道 不錯啦 不錯 我說 不然你就送貨了 我說 我都送你啦 送貨了 我老實講一句 我家也沒有鐵軌可以跑啊 後來我們就看 那個拍賣場上面 他們這樣 每年這樣增值 當時買的時候 這一組十二台 總共大概七千多塊 也不便宜啊 而且你是 高鐵通車對不對 你是零元好不好 你是送的 我零元買的 那通車的時候 真的他就好像是一種 贈送給一些 好朋友的一些 公關 然後但是很少人收到十二部 那請問一下 當時他大概出了多少量 有沒有限量 當時是限量 當時他整個 總共他只有 大概不到一千組 這應該都有編號的 對 它都完全上面都有編號 然後一千組的話 十二量你要全部收集的話 更難 在國內市場上更難 結果現在這一組 已經漲到了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 它已經漲到了 九萬八千元 它漲得十幾倍了耶 對 它從七千七 漲到九萬八千元 可是我坦白跟你說 九萬八千元是最後一組 現在已經不在了 被賣掉了 還剩下一組 在哪裡 在我手上 被這一組彌足珍貴 全台灣最後一組 我跟你講 就是說 我們不曉得說 像這樣子的東西 它可能有時候你想不到 它的價值所在 但它會爭執到這個地步 就是因為說 它有它的市場在 它絕對不是那種小眾的 它是其實有很多玩家在玩的 所以我說 我有這個 九萬八千元 我不知道 當時要出手 你知道嗎 比如說像國際兄說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很多 房子很多 我們現在就是缺棟房子 缺棟房子的時候 有一天我為了投期款 沒有 說不定 我就會把它割 愛 可是那個長輩 如果看到這一集 會不會打電話 來跟你要回去 對 你現在講的有道理 對不對 我覺得這一集特別 不但做給他看 我還打電話說 你一定要看 看這一集 看說我幫你 拿到慶儀的節目上面 你看 火車被美女 你今天會不會很後悔啊 如果你後悔的話 可以來找我談啊 溢架一下 溢架一下 你還要賣給他 後悔良心 溢架不愧是財經主的 他現在要要回去 我們要打合約的 對不對 就是說要回去 可以要架構回去 好好考慮一下 我們先進廣告 現在很值錢啦 好想要收藏呢 當然從自己最喜歡的興趣開始 像小靖 我們先看到很特別塔羅牌 你是收了聽說18年 從國中開始 對 現在要幾副牌了 現在已經破千副了 破千副 我有千架飛機 你有千副塔羅牌 這是小盒嗎 跟幹哥比起來 我塔羅牌可能比較好收一點 因為它一副一副小小的 對 那就是收了一千副 像有在 像台北故事館啊 然後新竹美術館 都有辦過大型的展覽 你去哪裡是用集這麼多東西的 為什麼有興趣啊 因為就從國中開始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興趣很有趣 興趣就是一個 可以完成我們夢想的地方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畫畫 可是在我們那個年代 就是爸媽覺得畫畫 可能沒有辦法養活自己 所以我們就去書店逛著逛著 有很多像星座啦 然後忽然就看看看 為什麼有牌卡上面 有很美的圖案 然後也可以解讀一些人生道理 對 所以就變成是 看到了那個第一副 然後就間接的 一直搜一直搜一直搜 像網路買啊 然後也有就是 有時候是在藝廊的展覽裡頭 他們會用塔羅牌當主題 所以其實塔羅牌 現在已經變成叫做 掌中的藝術品 因為它一副裡頭有七十八張 那有七十八個畫面 那有些藝術家創作的時候 就是一副畫畫起來 那他畫了七十八副 然後再把它濃縮成牌卡 然後原本的那整副畫 就再賣掉 對 那它就可以有兩種創作 我們應該都有算過塔羅牌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這可以收藏還可以增值 對 聽說你十年前買過一個兩千塊 對 現在變六萬 對 這個增值倍數也很驚人 對 像這個慶寧就可以看到 對 這個 它是義大利手工做的 那下面還有豐蠟 那最特別的是 我覺得限量是一個 很殘酷的事實 所以它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限量編號 對 然後像它就是三百套 然後我拿到的是兩百零三 對 那這一副非常有趣 因為它漲到六萬塊 然後是有收藏家跟我出資 那因為我把它錶框在家裡 我可能要拿個圖卡給大家看 你把它錶框錶起來 對 那它就是整個是錶框錶起來 那其實最特別的是 它是用古時候的籤板 對 就是雕刻好 然後這樣印在那個紙上 所以它就是籤板 印完三百套 那個籤板就毀掉了 然後呢 所以這裡像那個保健衣的部分 這裡就有墨漬 它就會是黑色的墨漬一塊 那這不是 就是有點像是 特別它印上去就有的了 所以就變成說 你每一副都是獨一無二的 對 然後這一副就是那時候 去參加展覽的時候 有出價廠商說 那你這個錶框錶好了 那六萬塊賣給我可不可以 不賣啊 它是興趣 它是夢想 怎麼捨得賣 六十萬賣不賣 考慮一下 我就說夢想也是有價格的 還是很務實的 當然是開玩笑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是 它除了收藏之外 也是回憶 有沒有想過這樣表起來 看起來好像一幅幅的名畫 好漂亮 對 那你當時怎麼會有這種眼光 你知道兩千會長到六萬嗎 那時候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真的就是興趣喜歡 然後就進而收藏 像有一套叫做達利塔羅牌 它是近代藝術史 達利大師的作品 那它已經就是 這還滾邊躺巾 所以藝術品的收藏就是這樣 它會在 因為塔羅牌只有紙 那紙的變化 就可能在表面 或者在側面 那達利這一套塔羅牌 是他八十歲名誕的時候 大家去幫他 他的基金會幫他製作的 然後很有趣 像這第一張就是魔術師 那魔術師就是達利大師 他本人 對 他的自畫像 這個也是限量嗎 對 然後這個現在當初買三千 然後現在也是漲到一萬八 所以就翻六倍的 六倍喔 對 那我請問一下 像我們一般在算塔羅 那個在講的人 解的人 他就會邊講邊吐口水 那一般像你們這樣收藏 你會不會也拿來用 捨不捨得拿來用 我們這種收藏就捨不得用 所以像 對 像這個世界最小的這一個 對 那他就說很小 這是塔羅牌 對對對 那這樣子可能大家看 我用手指頭好了 手指頭 好小 它這是一個指節的大小 超迷你 對 對 那像這個就是 是出版商 他一直在發行的 就是這個的收藏價值 就沒有那麼高 但是它的趣味性很高 像現在很多網紅 會拍娃娃 公仔 他就會把它擺在旁邊 當道具的陳設 對 那這就是很有趣 大概是一元的大小這樣子 那像這一套 塔羅牌也不只是方形 對 這個形狀 我沒有看過 這個也是塔羅牌嗎 它也是塔羅牌 然後它是跟日本作家合作的 然後它就是八角形的設計 這看起來好新 你真的都沒有用過 對 對 就是捨不得用 如果用過 是不是收藏價值會降低 會 因為紙的東西它最怕受藏 對 然後不管我們再怎麼珍惜它 其實在氣候的環境下 就會長出紙般 對 然後就會有點變黃 但是如果說它的 所以你要怎麼收藏它 如果可以的話 像大家會放進防潮箱 但防潮箱沒那麼大 那我們就會用乾燥劑去放 然後像另外這一套 它就是台灣的藝術家 叫卡西米創作 它就除了牌之外 它還有就是整個畫冊 對 很精緻 對 它就是還有畫冊 那因為很有趣 就是塔羅牌有分正位跟逆位 所以它的畫冊 另外一面就整個是反的 對 它就把它倒過來 所以它的畫是專門畫牌的這些畫 然後它就是牌的那個 但是 那牌在哪裡 牌在這邊 這 收得好好在裡面 對 它就把它住得很好 牌在這裡 牌在這裡 對 這是牌 這是牌 我覺得這本書已經搶走 那個牌的那個風采 風采 對 這個主角 牌在這裡 對啊 你看它的牌保存得很好 很好 對 那我的捨不得開了 真的是 對 對 然後像它的畫冊 就是會把牌收錄 那像這個就是比較大張 就是看得比較過癮 那有些藝術家 也會這樣子做設計 所以畫塔羅牌的這些畫 會跟一般的畫的風格不一樣嗎 因為塔羅牌 現在就變成是一個舞台 謝謝大哥 就是一個舞台 然後非常多藝術家 然後來創作這個 那變成說 透過這個 也跟很多國際的藝術家 做合作 那像這一套也是 這個是 這一套是用科技風 卡通的嗎 對 比較3D的畫風 那它也是 它就是六個國際的藝術家 包括印尼 馬來西亞的藝術家 也是台灣統籌的 所以就會慢慢地發現 哇 台灣其實有很多的作品 然後未來這個也會發行國際版 對 就是美國來要買走它的版權 對 所以也是一種 另類台灣之光 所以台灣的這些塔羅牌 也很值得收藏 對 因為它就變成是 像這個六個繪師去 詮釋78張的牌卡 你現場可以幫我們 這個占卜一下嗎 當然沒問題 誰可以靠投資理財來賺錢 所以就是收藏收藏之後 就會去研究它 好 下半年 我們設定下半年 下半年 對 這是怎麼樣 這裡有四張牌 這也是台灣的藝術家創作的 叫內在動物 然後有四張牌 有ABCD 對 這個就來測看未來投資理財 哪方面可以賺到錢 哪方面可以賺到錢 對 那我選B好了 B 好 幹哥呢 C 好 選 公陽 公陽 C C C 大家都選C 那我選A好了 選A 好 那我先解 欣宜的 這什麼 哇 投資理財20% 成功理財20% 不要緊張 塔羅牌就有好跟壞 我們都會給出建議 聽老師怎麼解 對 這一張牌呢 是塔羅牌的戰車牌 那我這裡有投資的建議 它是高儲蓄的投資 巨蝦座是代表顧家 所以你不喜歡風險很大的 就殺進殺出的這一種 所以呢 這一張牌是你穩健的去賺到這個錢 所以就是高儲蓄的投資 對你來說 目前是最好的 解釋的真好 中美貿易戰還會可能繼續打 現在儲蓄現金為王 拚了就舒服 對 好 那大家很多人選的是C嘛 C 好 公陽 好 哇 你看會來錄這個節目就不簡單啦 為什麼 對 投資理財80% 80分耶 這一張牌呢 這張牌是討羅牌裡的皇帝牌 皇帝牌的話 象徵的話就是專業 然後權力知識跟技能的掌握 所以其實這邊就有推薦 就是房地的不動產 對 所以穩定的東西就可以 同期款在這裡啦 對 房地跟不動產是嗎 對 這些東西都可以去做投資的 真的蠻準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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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這裡就是 如果是抽到這張牌的朋友們 其實房地不動產 這些穩定穩固的 只要你做過功課或下過功夫 其實都有投資獲利的機會 OK 好 接下來呢 A晚雄 A晚雄 好 來 選到A的呢 投資理財百分之六十喔 也不錯喔 對 然後晚雄呢 我已經把那個 最後一名選手了 晚雄這一張牌呢 是魔術師代表創造的意思 那有創造的人呢 就是喜歡新鮮的 所以他其實是有價證券 因為他的變化性會比較高 所以需要就是在這個市場上 多做這一些功課 然後多去研究不一樣的東西 那對他來說 就有投資獲利的機會 股票啦 對 你老實應的猜例 大力光買個一百張先 真的要 對 好 第一的呢 第一沒有人選 觀眾朋友選第一的話是什麼 對 好 三隻鯨魚 對 三隻鯨魚的呢 就是投資理財指數是百分之四十 那這個呢 就是這個叫聖杯三 然後就代表歡樂的意思 所以呢 這一個呢 就是建議投資的 就像黃金啊 金品啊 或者是喜歡的東西 例如說幹哥的飛機 模型 對 就適合做另類投資的 對 對 對啊 所以以上就是透過塔 我排讓大家知道 未來投資理財的計畫 該怎麼打算 好啦都發大財了啦 先清廣告好了 好 再來看到這是球鞋達人十八哥喔 我們今天現場所有這個收藏達人的 都是千來千去的喔 都是像上千件的這個產品喔 作品 看厲害 他是投資到目前為止 光投資破千萬 哇 你花了上千萬買球鞋喔 對 因為我大概從高中到現在十八年嘛 你其實很保守 你一年進出五十萬 十八年就破錢了 一年花五十萬買鞋子 可是你有買跟賣嘛 對 進進出出啦 你為什麼開始收集球鞋 這個要講到我那時候在 高中的時候 然後第一次買一雙鞋 是三千多塊嘛 就這雙 這雙 就滿普通的 Air Jordan三代的 Tru Blue這個配色 對 當初我買的時候是三千多塊 對 但是穿一穿半年之後 因為窮學生嘛 想又看到別人喜歡的 那要用手上的資源 再去換一雙鞋 然後就發現怎麼 那時候剛好外拍新奇 對 然後就放去 怎麼賣六千 對啊 你穿過了 我穿過了 我就 我那時候當下肥一所事 他說 但我就會胎氣 才開始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然後更深度去研究 那如果說這一雙 國際老師穿過 會不會變九千或一萬 會 會 真的是 要簽名啦 簽名 跟那個金錢 沒問題 對 所以你就開始發現說 這東西可以賺錢 對 而且你以鞋養鞋的方式 這樣賺到了一滴一桶金 對 我當初第一 第一開始在買鞋子的時候 是一鞋養鞋 後來一雙滾一雙之後 一雙變兩雙 兩雙變四雙 慢慢去投資 然後才慢慢得到一些 當你基數越大的時候 你投資當然賺的東西 會更多 OK 你最多的時候 平均是有兩千多雙 兩千多雙 因為那時候就自己一個人 住板橋 然後就從客廳 移入到三房兩廳 全部都有鞋子 一路把進去 然後 然後你媽還會偷穿你鞋子 我媽不是偷這種鞋子 她是拿鞋子去 因為那時候我媽媽有帶籃球隊 她會拿 因為很多人 少一雙兩雙根本不會發現 對啊 是我有時候去籃球的時候 怎麼這個人穿的鞋子 是跟我的好像 我會去找 然後那雙根本就是我的 然後她就很熱心的媽媽 而且還可以穿到那種 稀有的那種鞋款 稀有的不會鎖到一個房間 而且沒被拿到 但是有些收藏品 如果說她在清理房間的時候 她看起來舊舊 她會丟掉 也因為這種事 吵架好幾次 把錢都丟掉了 兩千多雙 你平常會穿嗎 這一些 其實 像買完結束完這麼久的話 如果像穿的話 大概會有轉移的話 大概就是大概三十來雙 在那邊輪 對 就是門口好拿的那幾雙 因為除非特別有活動 她才去翻鞋子出來 OK 那你這一些是擺著 想要有一天她爭折的時候 拿出來再換別的鞋子 再賣嗎 就像剛才幾個分享的時候 不一定會想賣 因為我像剛才收藏的話 我是用一個房間裡面 還沒有漲到你滿意的價錢 就像剛才也被破獎 對 可能就是用一個 我不能抗拒的價錢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跟她說再見 對 但是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像這種東西 尤其是台灣放久了 它總是會裂開 鞋子有壽命是不是 對啊 你重視不穿 它還是會有壞掉這個風險 我光壞掉 光耀國際家是問很好 我光壞掉就絕對超過五十萬 是真的會壞掉 會壞掉會開 因為它現在大部分 就有一點環保材質 環保材質 環保材質 對 我是鞋子放在那邊 沒穿再穿 奇怪就裂掉了 裂掉 那怎麼辦 你怎麼保存它們 就放在那邊 經過的時候打開 挨倒一下 又把它放回去 挨倒一下 這哪一種保存方式啊 不要死 不要死 一定會死 因為我後來就是用電子防潮箱 我是有一個房間 裡面全部都是電子防潮箱 裡面就是放我的收藏 延長它的壽命 聽說有時候 你在台北市場看到有人在排隊 就跟著排 竟然也買到好鞋款 對 這也是怎麼樣 因為我平常自己喜歡球鞋的話 會是用我自己的門路去買 那天的話 大部分大家入手喜歡球鞋 都是用排隊的 那這雙是有一次我經過 北市府的轉運站 然後那時候經過 怎麼那邊在排隊 然後打聽一下 那都是職業排隊的 職業排隊有什麼 對 現在我去健身房回來 我曾經有一次看到一個 也是名牌的這種球鞋店 就一堆歐巴桑 歐基上 他們就拿便當 就坐在那邊 就鋪在地上 歐巴桑 歐基上 也這麼有品味 排了好幾圈 其實他們是帶牌的 我有問他們 他們是人家排隊 他們是Sakura 他們是人頭 他們每天都有領這個 人頭費 然後去排隊的這樣 很多人 因為不想跟他們一樣 因為人家以為我是人頭 可是那天就是剛好 真的有空檔 那我就去 嘗試什麼叫做隔夜 排隊 睡在路邊 像遊民這樣子 隔夜 這樣排一整夜喔 一整夜 真的這樣幹 對 是在那個A11 A11 對 然後他晚上 把我公司都打烊了 我就變街友了 就躺在那邊 然後最好笑的是 我躺在那邊 我蓋著頭 然後因為FB很盛行 我有打卡 有人來探親 然後他就 因為我在睡覺 他打電話 因為睡覺關心 他找不到我 他就走 他就拍照 然後我隔天早上起來看到 他說我去找不到你就走 我說你照片裡面有我 我已經融入到街友 他完全不知道 我躺在那邊 有沒有人丟錢給你 問題 換去飯碗 換去飯碗 那邊環境還不錯 喝茫的什麼 大家排一排睡在一起 因為那邊要問躺的人就多啦 可是現在排隊這個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去排一排 那有沒有限制說 你一個人只能買幾雙 一個人一雙 整個一雙 一個人一雙 好嚴格喔 我可不可以再排 再來買一雙 就買不到了吧 也有 因為像店家賣東西 他不會告訴你說 是多少量 所以像有一次 干擾這個情況 就是如果我去 我只想買一雙 到時候發現 怎麼它裡面放的東西 是現有的人買不完的 我就一直排 一直排 我就一個人 就是很勤勞一直排隊 我就買了四十幾雙 四十幾雙 那是要排四十幾次 對啊 沒有 他後來就是 他看到我也膩了 我說 我說你看到一直看到我 然後也剩下就是 固定幾個銅號在那邊排 排到後來說 就是我們幾個 而且這些 終究你是想賣完嘛 你是店家 那是不是讓我們開放 一個人可以買多一點 他說那你一個人三雙 然後還是買不完 他說那你這一趟 可以買四雙 對 這樣子 然後我就這樣 也是從中午一路 四十幾雙買完 也是七八點 買這麼多 同一款嗎 對 同一款 買這麼多幹嘛 頭都壞掉 四十幾款 排隊排上癮是不是 對啊 其實滿累的 可是因為同號聚集 你不見得是要買來賣 但是你覺得這些東西 對於你來講 其實這有一點 有一點強迫症的那種 所以同一雙買四十幾款幹嘛 那很值錢嗎 很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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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喜歡 喜好 對 所以這一款後來也是真實的 這款那時候大概我記得 定價是六千多 當天 當天國運期的買到三雙 當天就因為 還是有經濟壓力嘛 就賣掉兩雙 有留一雙 那賣多少錢 當你就是睡一晚的價錢 這樣是兩萬五 六千買隔天變兩萬五 這麼好算 那麼睡好幾排的人 在那邊排了 所以說才有職業 像那個剛才那個 老師講的職業的人 在那邊排隊 所以目前我們這個 四號的人遇到 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大家會找人頭去排隊 競爭系列 你在買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會增值這麼多嗎 隔天的價錢怎麼來的 因為這雙它有它的價值 它是那時候 Kobe要退休的時候 Roon Kobe 1的大師之路 它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籃球的Master 然後就是大師 那裡就出一系列 一到九代 這是第一代 然後它那時候也是唯一 因為那時候腳受傷 所以它也是唯一有穿上場的 大師之路的系列 那一雙錢 所以一到九代那邊 它最值錢 也剛好我就去睡那一晚 為了Kobe Bryant 那我另外一個問題問你一下 就是說有沒有說 你也排了老半天 排了後十 然後隔天再賣 人家都不要 然後還要降價 還要求人家 有 排錯了 也是有這樣 就那種眼光比較差 對啊 很少 應該 就堆心肝 應該還沒有 我個人是還沒有中過這種事 沒有 十八哥我跟你講 最近這種事情比較少上新聞 前一陣子 為了排隊是差點要打起來 有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是喬丹二十二代 對 那為了那事情 那現在為什麼 我們跟他聊天室說不值錢 為什麼 二十二代不值錢 二十二代不值錢 為什麼 因為主要是 一 它成本比較高 然後Nike也沒有要復刻 二是話題性低 三是 沒穿過是重點 那哪一個最值錢 Jodan一代 最早的那個 剛好馬上又可以介紹 Jodan一代 這雙鞋 就是最適合潮短線的人 潮短線 怎麼說 因為在五月的時候發售 它當天如果你買到的話 是五千八百塊 大家猜猜看 當天可以賣多少錢 當天啊 你買到 買到馬上轉手 馬上就有人現場跟你說 五萬八 五萬八 依照你剛剛的那種算法 應該也要兩萬八 三萬以上吧 我們兩個有默契 三萬 兩萬多吧 三 就是三萬 哇 哇 很多耶 而且這個不用 這個不用過夜 這是當天牌 那大家都去牌啦 對啊 很多 它有一些資格啦 就是要 例如說 這要有經銷商的會員卡 或者是你要在這邊 買過多少錢 才可以買 限制 好神奇 有一買 然後一賣就立刻賺錢 對 然後這是當天喔 然後到現在 像今天幹哥就很準 幹哥眼光就是 一個月之後 現在就是六萬幾跳 真的啊 真的 OK 這穩穩的套力耶 多好 我跟你講 我這個模型擺在一邊 我現在開始要學你這個東西 你不是說你很愛他們嗎 傳家之寶嗎 怎麼變這麼快 短線就是現金 現在什麼是王 現金才是王道嘛 我現在我聽她講 這樣 弟弟這樣牙起來 幹哥我建議你 你就在金券上 把Nike的那個Logo弄上去 還有那個飛機也把它畫Logo 看我還給你賣 多一點 現場那兩雙看起來很厲害 OK 那我先介紹這雙 這雙是我裡面 Coby Wright裡面 收藏裡面最喜歡的 對 他當初就是在 因為Coby 事實上大家知道 現在已經退休了 像那時候 在Coby 五代的時候 他拿了 目前他生涯最後是冠軍 他也不會再付出了 所以他最後是冠軍 那他很開心 在遊行上面就穿了這雙鞋 這雙鞋對我們來說 是收藏家 是球員版 Sample 然後這種 做出來都只會做六雙 對 那我很幸運 拿到了其中一雙 然後我就一直收藏到現在 才六雙你得到一雙 對 好珍貴 那這雙現在價值 價值 因為你東西都要放出來賣 譬如說這樣 我現在缺頭期款 放出來有人開價 知道 那我當初買的時候就六位數了 買的十幾萬 買的十幾萬 十幾萬 所以一定要有流通 你才會知道它的價值 可是這種東西就 不會流通 不會流通 他準備拿去那個 副比試直接拍賣 對 自己拍 看Coby 做一些善事 然後整個身事再抄起來 同一天關鍵的 活動出來 明明到他就是做善事 那這個你會穿嗎 看起來很乾淨 沒有穿 我就放在防草箱裡面 所以你聞他的味道 就是防草箱的味道 這我不能穿 不要穿了 不要穿 好貴喔 身家這個不要穿 因為就喜好 那另外一雙就是 我也是很喜歡的收藏 它是 Leban James的2G3C 小皇帝 對 小皇帝 他在2010年的時候來台灣 我運氣很好 Nike也讓我在公開的活動 跟他有小互動 那照理說那天只是一個 公開的有點像見面會 是不會有什麼簽名 什麼的 但是我當天 我是有準備的 我準備了一些 字卡 然後還有一些海報 吸引了他 他就覺得 我講到 好有經驗喔 對 而且他心機好重 還挑顏色的簽字 這是他簽的 這是他簽的 那很厲害 那天這雙鞋 因為他那時候在熱火隊 大家都在罵他的時候 因為他原本是騎士隊 後來總去熱火隊 他說你有點像伺服 因為騎士隊 是他的家鄉球隊 對 那他是用一點像是 The Decision 在Easy Pan上面公開 說我要離開這邊 我要去幹嘛幹嘛幹嘛 就是大團團 其實那時候是有點黑的 然後網路上變成好像壞人 但是我覺得他不是壞人 他事實上這千年證明下來 他真的不是壞人 因為他還成立了籃球學校 就是個人自備 可以贊助他當地家鄉的小孩 然後可以讀書 全額都他個人贊助 對 那他那時候2011年來台灣 事實上那時候被網路上罵到 其實我覺得他一定會當的 一個人在網路上被 大家重視鎖死的話 那個心情會差 但是我寫的就是說 因為他第一年去熱火 大家組了三巨頭 大家也想說他應該會成功 事實上他是失敗的 然後我就給了slogan給他是 You will get a champion next season 他看到他就 這個人懂我 好了他 懂我 然後我就把他海報送他 他說 你這個人小弟上來 過來 然後就是對啊 然後我說那我有準備你 高中時候穿的鞋子 這是他高中的時候 還是他進跟畢業之前的鞋子 而且是就是他當初 那高中的特別配色 他就看得很像他就 事實上沒有簽名 他就手伸出去 然後當下就有人去找筆 然後就再幫我簽個名 那價值連成耶 對啊 這後來是有人很喜歡 然後因為這種公開場合 又是一個 絕對不會有人反冒的 像乾哥那樣 One of one 對 然後就有人開大概三十萬 但是對我來說 目前還不 沒有要投七款的情況下 我是還不會 三十萬還是低了一點 麻煩再開高一點 再把價錢疊上去 除了就是上節目 會帶來的其他時間 他都輸在訪導箱 所以血況非常的好 對 好有故事喔 那剛剛畫面都出來了 原來球鞋也是 有很多故事 這邊很多他的心血 他對這裡面的專業 所有的故事都在裡面 所以你拿到這雙鞋 我覺得 厲害 實至名歸啦 我們先進廣告 畫作也會學長傳高 你會選畫嗎 好 過了我們來看看這個 很有品味的國際老師 他收藏很多東西 不只這個服飾 時尚品 還有包括這個 鞋子也很特別 然後你還收集很多房子 今天要介紹很多的畫 沒有很多啦 那其實因為我的人生 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我對於很多的東西 我都非常喜歡去收藏跟欣賞 那其實這是跟品味有關 這不是跟什麼怪癖 或者有什麼煉物癖 都沒有關係的 就很正面的啦 對 你為什麼想收藏 這麼多畫 其實我在小時候 因為我們家是種田 就是世代務農很窮 然後我爸媽又生很多小孩 所以那時候呢 我其實最大的 我從小就幻想說 我以後要當畫家 我要學畫畫 可是呢我爸媽說不準 因為畫家可能會生活有問題 你還是打消那個念頭 所以呢 我後來就去念機械工程 當黑手 那其實我對於畫家這件事情 我一直都沒有忘記 所以我在開始賺錢的時候 有能力的時候 我就開始說 我一定要收藏一些 比如說畫或者藝術品 來做一個補償 那你買過最貴的 你願意投資的畫作 是多少錢 我其實我的畫作 收集非常廣 像我的收藏裡面 我有水墨 油畫 或者也有很久以前清代的畫 或者說現在年輕藝術家的畫 所以我曾經也花過 三四百萬 五六百萬 這樣買一幅畫 那其實我對於畫這個了解 我是花很多時間去做功課 也很深入去研究 對啊 因為每筆金額都滿大的 很大 就好像說我旁邊這一幅 這個是長玉的畫 對 那我們都知道 長玉這幾年前是水漲才高 而且被炒作到已經到現在 已經是他的畫幾乎多 你也很難看得到或買得到 除非你到大的拍賣場去 那這幅畫呢 其實說實在的 是我在收藏畫裡面一個強心針 就是給我一個很大的鼓舞 比如說這張畫 當時我在大概十五六年前 我買的時候 是因為好朋友介紹 我說有這樣的話 你一定要買 那我就聽了就長玉 其實那時候長玉也還沒有起來 對 那時候沒有那麼有名 沒有那麼有名 那其實我就那時候就想 他有兩張 你要不要挑一張好了 我就想說到底多少錢 他那時候就告訴我說 一張只要一千塊美金 等於三萬多而已 那我那時候就說 這麼便宜 那兩張都來好了 而且我對 他因為長玉的話 大概是羅女最有名 所以我那兩張 剛好都是羅女 剛好跟我的工作也有關係 那兩張都來 我家放兩個羅女 我每天睡覺一定很安穩 所以 我兩張都給他買下來 我看不是一點都不安穩 不會啦 國欽你到底坐在哪邊 我改天去你家拜訪一下 我已經搬家了 我地址也換了 你想幹嘛 你現在拿的是真的長玉的畫嗎 對 那現在這一幅畫價值 其實經過十幾年 這張畫 如果你現在去家世德 或這種大拍賣場 你去看 它現在最高 這樣子的程度的這樣的話 只是很簡單的線條 大概最高還有標到 兩百五十萬以上 那幾乎 對啊 我剛剛就想講 兩百萬左右台幣 對 你大概都是這樣的價位 一百多 兩百多 都有看整個的狀況 那這個投報率 簡直是太高了 買對畫家 這個作品真的是差很多 而且還不只這樣 你們可能以為說 兩百萬誰買 錯喔 其實這張畫 我擺在我家裡 就是我每次都擺在我家客廳 最明顯的地方 我所有的好朋友來 每個人都極度覺得 非常礙眼跟跺腳 他說 很想把他帶回家 對 他們都想 希望我能夠割愛 但是割到現在 已經都也超過十年左右 我從來沒有答應過任何人 那兩幅都在 對 都在 所以你不會去銷售 把這個畫買賣 應該目前還不會 因為我覺得我希望 因為我喜歡收藏八筆娃娃 我希望我的後宮 家裡可以有兩三千 四五千 那再多加兩個場域 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那其實買話 其實我印象很深刻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就是反而是男生 尤其到乾哥這種年紀 總是會在外面 不是畫天酒地 就偶爾會有一些誘惑 我看你要怎麼圓 你已經講到了乾哥 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舉例而已 乾哥是一個非常正派的人 然後他常常給我們很多 很正面的教材 就是一定要對老婆忠誠 那我這個朋友 他既然已經做了 而且被逮到 當然老婆聽到 另外一個朋友講說 他們去哪裡 去畫天酒地的 就非常生氣 然後這個男生 我這個朋友 他也覺得很理虧 他說居然被老婆發現了 然後老婆以前一直想要說 我很想要收藏花 因為他老婆很喜歡藝術品 他說我很喜歡藏玉 其實這個先生也滿惡玩 很生氣 說你就喜歡一些年輕藝術家就好 你幹嘛喜歡藏玉 喜歡這麼貴的 很貴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他發現做錯事了 然後他就是 知道我家裡有藏玉 就一來跟我隔 一直攔 一直跟我打關係 就說你可不可以讓我一張 反正你有兩張 然後我這一次 我如果能夠過關 我應該可以活到九十歲了 如果我過不了這一關 我回去可能連碰到床的機會 都沒有了 所以這是救人的 這花要救命的 可以救命的 那我在想說 本來我一開始說 這個朋友也真的很好 平常他也幫我們的話 我本來差一點心軟 後來我想想看就是說 他的老婆也是我的客人 也常常跟我買衣服 其實他老婆的貢獻 比他還多一點點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說 不行 我不能賣給你 因為這個賣掉 我就很難再買得到了 那其實這張其實也還好 我的好朋友 大概有三十個人排隊 然後就是他們一直希望 我能夠脫手 而且他們是絕對不跟你殺價 那其實藏玉其實說實在的 你們如果說大家有意思要收藏 像這麼有名的話 我都滿建議大家收藏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幾個事情 像這一本最有名的 就是我們的醫素盤小姐 她出了這種一系列藏玉 所以藏玉整個是 這個醫小姐她帶起來的一個 一個潮流 然後也被讓那個藏玉 讓大家非常認識她 甚至連全世界都變成是一個 一個全世界的 最暢銷的一個華人畫家 那其實在她書裡面 也有這一張畫 也有在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說 如果你要收藏一張畫 那這個畫最好是 在這種有公信力的畫冊裡面 你一定要也有它的存在 那這樣的價值 有認證的價值 認證 那這樣的價值 可能又可以提高很多 所以這個要 大家要非常注意的 大家已經嫉妒死你 人家這一張都沒有兩張 對啊 這兩張 然後其實我有她很多畫冊 然後其實後來 我有送那個朋友 幫她解圍一下 我有送她一本畫冊 這個用錢買就有 對 毫無誠意 對啊 送我畫冊 畫冊她不會自己去買 她可以剪下來 表框可以框好幾十張 她老婆可能更生氣 妳就隨便糊弄我 另外一個這個 跟她這個價值 應該不相上下 趙無極的 對 其實我這一張畫 其實是趙無極的前妻 前妻喔 前妻的畫 那是謝錦蘭 哪一張 就是這一張 我旁邊這個畫 這一張畫非常特別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趙無極現在的畫 只要她有畫 一上來拍賣 沒有上億也有十億 然後每次都破世界紀錄 華人畫家的 可是這一張畫 為什麼我會選擇 謝錦蘭 那我們都知道說 這些畫家的話 已經被炒得這麼高了 你還去追高 那除非你有上億的身家 要不然你永遠都不太可能 會去摸到這樣的收藏品 可是我們如果說 以謝錦蘭這樣一個 歷史地位來說 她當時是跟趙無極 甚至跟常鈺 他們是一起在法國留學的 那那段時間 應該是一九四幾年的時候 他們都在那邊 所以他們都是好朋友 那因為這樣的歷史關係 其實會讓這個畫 也會變得很有真質性 耳如木人 對 尤其是 我告訴大家一個故事 就是說其實趙無極 也有一段時間 她的話也跟謝錦蘭 這個畫的風格很像 那其實很多人都在講說 趙無極那一段時間的話 其實是有受到 她前妻的影響 對 然後就後來 她一直在編 才延伸到現在這樣 這麼多 這麼出色的作品 那其實謝錦蘭是有影響到她 整個的創作 那啟蒙她這個作品 應該也是不得了了 對啊 因為謝錦蘭 其實她也是個傳奇人物 她當時也是一個 反正也是名媛 然後她什麼 琴棋舒嬅都很厲害 也跳舞 也音樂也都很厲害 可是她也畫畫 那那時候其實說實在 她沒有被注意跟提起來 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預測下一波 因為我們買 照物機的話已經那麼貴了 買不到的時候 那我會覺得說未來 謝錦蘭的那種後世 絕對是非常看好的 後世看長 就說我們趙無極概念股的概念 對 然後這一張 其實我當時在幾年前 我在成品畫廊買的 就已經花六十六萬買的 你覺得現在的價值 應該都超過一百多萬 應該是長了一倍以上 而且像你只要講到謝錦蘭 而且她最近的自鑽快要出了 只要她出來 大家又會更了解她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畫作 其實她是潛意非常 真的 然後現在說趙無極受她影響 非常非常的深 一個聲音出來的話 這個價格又漲了 就又漲了 一定會漲的 那 其實這個女生 對畫家影響蠻多的 聽說現在北美館長的 這個余蓬的作品 跟她紅粉之極也有關係 對 真的是 余蓬是我也蠻推薦的一個畫家 那當然她的話就是說 在市場上 大家都覺得說好壞差很多 又很好又很搭 很嫌棄的 可是我覺得她是一個 非常棒的藝術家 如果你去北美館看她的展覽 你真的非常感動 那我就是蠻幸運 當然她現在已經過世了 在她還活著的時候 我常常跟她一起喝茶 然後喝酒 她是那種跟古代唐代 那種詩人一樣 就是說一喝酒 她就很有創作能力 就畫很多畫 那這張畫說實在的 對我來說我也是意外的收穫 那這張畫很特別 她就是一個小小的作品 那她當時是表這樣 那其實是因為 我很喜歡買古董 我去 有一次 我在福華飯店的後面 有一家小古董店 那我去逛的時候 就是我只是想要去買 幾個瓶瓶罐 趕快回家用 結果沒想到說 怎麼這一家店 會掛一個漁棚的畫 而且我那時候 已經認識漁棚了 然後我說說 她畫怎麼會在這裡 那其實那時候 我就是非常驚訝 那當然驚訝 我就趕快問那個老闆娘 那我問說這張畫 你賣她的畫很厲害 那你這張畫你要賣多少錢 結果她就看了我一下 她就說 我這張畫其實也不貴 我賣四千塊 台幣 那其實對我來說 意外彭我也認識 然後她的話其實 那老闆你也不懂吧 我也不曉得 然後就是 我只是當時 只是做一個很驚訝的表情說 哇 怎麼會這樣 她以為說我嫌太貴 後來她說 那三千我賣給妳 看到林老師 國際老師 加個六位素師 她都不會覺得貴 可是我只是一個自然反應說 哇 怎麼會這麼便宜 漁棚的話 而且她那時候 也算有知名度 後來我問她說 妳這張畫妳是怎麼來的 那她就說 其實這是因為漁棚 她有個習慣 就到處會喝酒 聊天 她最喜歡就是跟 很多紅粉知己 能夠聊聊天 或者說喝酒 喝茶 那其實是她當場在喝酒的時候 她就送這個 她來的這個老闆娘 我就說我畫一張圖送給妳 她就當場揮好 然後就送給她 可是我沒想到說 這個紅粉知己的價錢 為什麼只有價值三千五百塊 對 我是有一點去漁棚報信 但是我會覺得說 漁棚這個畫家 真的是她未來的後世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看好 因為她畫非常非常的突出 而且又很棒 那其實在買畫我覺得說 大家不要覺得說 妳一定要去買貴的或便宜的 像我手上有一幅畫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一幅畫 我總共花了台幣五百塊買的 五百塊 對 當然這張畫我會喜歡 我不覺得它一定會沉迷 或者以後會值很多錢 但是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是農夫出身的 我家以前也種稻米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畫題 這個主題我就很喜歡 我就會去買 所以我會覺得說 有些時候 我們如果要開始去投資買畫 你先買自己喜歡的 那不見得說 你一定要花很多錢 就像我也會去推薦一下 這樣一個畫 這一幅畫我為什麼要推薦呢 因為這個畫家 現在其實還沒有開始大紅 所以我們很建議大家 可以去關注它一下 其實這張畫已經二十號 而且是油畫 這麼大一張畫 其實這主題如果你喜歡 你知道嗎 這張畫他現在 因為這個畫家三十幾歲 他現在一號才兩千五百塊 所以這張畫才 定價才五萬塊 那大家可不可以看到 我腳上這雙鞋子 我這個機牌的 這個是Gucci的一雙鞋子 然後他這張鞋子 Gucci現在完全不打折 它是五萬二 一雙 那其實我說這個不是說 叫大家千萬不要去買精品 因為我在做服裝業 大家一定還是要漂亮 要拼拼的去買衣服 訂做衣服 可是就是告訴大家就是說 你同樣的五萬塊 你可能可以買一件 只穿一劑的鞋子 或者說你可以買一件藝術品 每天開開心心的 掛在你家裡面 它可以掛很久 以後萬一它增值了 你還可以像藏玉這樣 可以賣一大筆錢 怎麼會知道它會不會增值呢 我會覺得說 大家一定要記住 你一定要做功課 像我每一次 去買一個畫家的畫 尤其是這一些年輕藝術家 我都會去跟他們認識 我每次開畫展 我去認識 那認識我是跟他們 都是高筊的 我去就會了解 他們跟他聊天 然後我還會去 偷偷去觀察 這個畫家到底有沒有 認真在畫畫 其實這個很關鍵 有一些畫家 就是他只要稍微一成名 他每天花天酒地 或者說根本不努力畫 那他你就會看得出來 他的畫就開始 很不好看 或者很沒有內容 那整個感覺就是很差 那如果有一些畫家 他每天就是很努力地畫 這樣的畫家 你可以考慮值得投資 所以我幾乎都是跟畫廊 畫家都變成好朋友 然後常常會有一些 小道消息 我都會去研究 然後再去判斷 最後我都會去看準說 哪幾個畫家是值得你去買 值得去投資的 如果你可以選擇兩件事 一個是你可以一直看 你的存責都是 很多數字一直增加 可是你只有看那個數字而已 一點意義都沒有 可是如果你去買藝術品 收藏品 其實它是會給你 生活上也有很大的樂趣 而且你是會投資人的 很用功 很用功 對 我會很用功 先進廣告 對啊 你怎麼那麼多 好我們今天是以縫充滿了藝術的氣息 有剛剛看到很多的畫作 另外這位這個士函 現在是藝術的這個投資顧問 對不對 你本來也不是念藝術方面的科系 我是 我很喜歡半路出家 半路出家 我本來是念氣管的 氣管的 然後後來去跑記者 然後認識藝術這方面 你跑藝術這條線 對 然後也進了拍賣會買了一些東西 然後就慢慢的一路到今天這樣子 OK 所以你收藏多久了 收藏大概從2008年開始 所以差不多十一年的時間這樣子 OK 那聽說你在開始參加這個拍賣會的時候 在練習的時候 有人告訴你說 千萬不要隨便舉牌 對 因為那時候有畫廊老闆 看我個性就這樣 所以他說你千萬不要進拍賣會 你是怎樣 隨便進去就會舉牌 很衝 他說我很喜歡跟隨現場的氣氛 除非你的金主是林老師 就像我當初買這一幅的時候 它是在一個拍賣會上面 就前兩幅都留標 所以他們是舉牌了之後 它就可以再放下來 對 然後我想說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藝術家 他叫楊國欣 可是我不是喜歡這個系列 我是喜歡他另外一個 畫那個好果子的作品 那我想說 那既然前兩個都那樣 所以我也舉一下 那沒想到我一舉起來 拍賣會說第一次 然後我就看現場就 沒有人舉 對 然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大家有看到這個 畫像是抱著頭 所以我當下心情也想說 我是不是要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趕快回家賣基金 然後去抽那個拍賣費用 對 所以你本來沒有 你是舉 試試看是不是 我是想說我就是 喜歡這個藝術家 可是不一定要買這個作品 那你幹嘛舉拍 所以剛剛就是 那個畫像老闆 叫我不要進拍賣費 其實在拍賣場 真的那個氛圍喔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 或第二次去 你真的會被感受到說 你好像沒舉 會受不了 你的手就是一直很癢 一直想舉 那我曾經 因為我也去家室的 書物比拍過 我也是舉到最後 還真的會上癮 真的喔 真的 那如果說真的舉到了的話 如果真的你標到的話 對 那你真的要面對就是說 馬上就要付訂 對 下訂嘛對不對 而且標到還要再加 二十五%到 那個佣金 對 佣金 對 你如果標到一百萬 像我標到這個是十五萬 所以落槌就是十七萬 你如果要當舉牌要標的話 你的眼光真的要非常好 因為那個是很快的時間 根本不好思考 對 大概幾分鐘就一幅 幾分鐘就一幅這樣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要去拍賣場 拍畫的話 你一定要去看它的預展 那它預展的時候 你可以很仔細的看 順便把資料都 功課都做好 然後你再下訂決心 記錄說你要買幾 拿幾張 你就鎖定那幾張 要不然就會像 它一樣這麼衝動 然後就趕快回家買東西 這樣子 真的 就是說你也曾經借錢 來投資這些畫作 就是投資失利 所以產生戶頭 剩下五六百塊 我借錢不是投資畫作 我是投資那個日本料理店 日本料理店 沒有合資 對 然後就 真的很慘 那時候剩下五六百塊 可是也是因為藝術品 讓我整個就是 翻到這樣的程度這樣 因為藝術品翻身 對 怎麼翻身法 我那個時候就看了 網站上有那個 草菊迷生 它也是限量的作品 那我就想說 那這個作品怎麼跟台灣的 畫廊定價都差還滿多的 可能現在畫廊定價是十八萬 對 然後那個網站上面看到才八萬塊 那我為了這件事情 我又跑到畫廊再看一次 然後用盡全力 因為要用記者的身分 去跟老闆殺價 他說最多給我五千塊折扣 我想說那我回家 就趕快點那個網站 去買這個東西 那後來也是透過拍賣 會去把這個東西出脫掉 那是賣了十三萬這樣子 對 所以真的靠畫作來賺到錢了 對 當年齊草菊迷生 他還沒有什麼名氣的時候 你就想買 畫廊老闆還叫你不要買 對 真的是 因為那個時候 像我們剛剛一直提到拍賣會 對 就像 那個 在拍賣會的時候 大概 那個時候版畫作品都留標 所以我要買這張南瓜版畫的時候 大概有五六個畫廊老闆都說 這不是一項好的投資 而且這張那個時候價格要六十萬 然後我是賣掉 手上三件作品來湊這個東西 對 那因為對我來說 那個時候也是滿大的一個決定 所以我真的問過滿多人 可是大概 只有一家畫廊老闆跟我說 你如果喜歡就買 那買了之後就不要 後悔 後悔 對 那當然 因為我現在還坐在這邊 所以應該是一個成功的投資 這個現在價值多少 這個現在大概要兩百五十萬 對 草菊迷生這幾年是 長得非常快的一個 日本的藝術家 然後其實是他很值得投資 OK 你還投資那個 奈良美智的作品 對 後來因為有 有買到奈良美智的 剛剛有講到那個排隊商機 對 所以這個公仔 當初就是奈良美是出的 2007年出的 限量三百件的公仔 所以他就會開始講 限量這個數字 然後那個時候 2007年是三萬塊 那因為我進來市場 沒有這麼早 我大概一四年 買到這件作品的時候 它是 差不多也是要五六十萬的價錢 長好多 那後來在舒芙 排賣會上面 一五年吧 它拍超過三百萬 對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在 收藏玩具跟公仔界 一個傳奇 就是它從三萬塊 然後一路拍到三百多萬 對 所以你那時候買的時候 你就覺得它有這麼樣的 一個真實潛力嗎 那個時候買純粹 我覺得是喜歡 因為就是看 那個時候很多名人 像黃子嬌 嬌哥 蔡康勇 他們每次提到 藝術收藏一定會提到 對 特別有個性 那我就想說 那我真的 如果說我想要走 收藏這條路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作品 是我還滿重要的一個 想要的東西這樣子 對 有時候買這些東西 也是緣分 對不對 因緣機會 是你的就是你的 你本來有一件這個 也是奈良美智的 本來是要介紹給別的長家 對 後來變你的 像我剛剛講到 這個公仔是限量三百件 對 像前面那個原作 就是剛剛 那個慶怡講到這件作品 結果我們在收藏 公仔 因為它是有三百件的限量 對 那它超過三百萬 那那個作品 是奈良美智 它親自化的 那雖然只是一個手稿 很簡單的作品 那可是它現在也差不多 是三百萬這個價錢 對 那在一些比較有資本的收藏家 他們就會覺得 那它到底要選擇哪一樣 是人人都有的限量公仔 還是只有一件的 它手繪的作品 對 對 那那個時候是要介紹給長家 可是後來就 它反悔了 那因為我也跟收藏 另外一邊的賣家講好 那我們這行常在講說 一個東西叫做廣結善緣 對 所以我也不希望說 因為對方不買 然後就失去了這個交易的機會 後來我也是翻箱倒櫃 把所有的 都自己買下來 也都是一樣的例子 就把它自己買下來 當然我覺得說 當然買一件的 會比較以後有增值性 要不然那個也三百件 對 所以像國基老師 這麼有收藏的 這個背景的資深藏家 他們就會知道這個東西 它的整體的一個價值 特殊性嘛 稀有性 那現在這個增值了嗎 它現在差不多大概 因為我還買沒有多久 大概就是這半年的時間 大概漲了差不多十%左右 這半年漲十% 對 因為它只有一件這個 另外這個是中春猛的木雕座 對 這個是中春猛的木雕座 價值應該也 現在這一件我當初 前兩個月買是大概三十萬塊 對 那後來在這一次的 羅福浩拍賣會 對 差不多大小的作品 它拍了一百六十萬 那我這邊寫一百六十萬 它還不是含剛剛那個佣金 對 你要含佣金就是一百九十六萬 對 那現在就是因為 所以這個應該也百萬價值 我想差不多啦 對 可是也才剛買 沒兩個月而已 那為什麼可以 這麼快速的增值呢 那就是拍賣會的整個效應 在驅動 像剛剛大家有講到 那個排隊的效應嘛 中春猛當初會紅 就是因為它在一個玩具展 大概在三年前的玩具展 然後它的發行 像剛剛那個限量 它是發行一百三十件的作品 那它那個作品當初賣的價錢 大概就是一萬六千塊 那你排到 因為一百三十件而已嘛 那轉手隔天就可以賣六萬塊 哇 那我們剛才有講到 羅福浩拍賣會嘛 一樣的東西在羅福浩拍賣會 這次賣了四十萬 哇 怎麼覺得比球鞋還好賺 到底應該來收藏什麼呢 有點難以決 所以又回到國際老師 剛剛講的那個原作 跟限量品的差別嘛 因為原作它始終只有一件 一件 那一樣大的限量作品 它已經要四十萬 那原作應該要多少錢 對 像我剛剛講 這件作品它是一百六十萬 拍賣官把錘子敲下去嘛 可是它也不是 從一百六十萬起標喔 它是從三十六萬開始起 對 就三十六萬 三十八萬 四十 五十 六十 到一百六 所以真的有人會買 中間大概舉了三四十口 有行有事 才真的能夠賺到錢 投資的秘訣是什麼 我們先進廣告 今天看我們現場達人們 真的覺得這樣的投資好棒喔 又漂亮 自己又喜歡 可以幫你賺那麼多錢耶 比股次的就報酬厲害了 更高 到底他們投資有什麼秘訣呢 剛跟你先分享 其實 今天的模型 其實很簡單 就是當你拿起來 看到這個盒子的時候 老實講一句 它的盒礦 八個角一定要維持完好 為什麼 它到時候賣出去的品項 它的單價才會高 盒子也要很好 好 盒子也要保持很好 比如說仔細看 這是十週年對不對 十週年紀念款 就打開來 就是我剛跟各位介紹的 流行文化的僑組 湯姆克魯斯的捍衛戰士 十四年 它打開之後 它所有的單一的品項 都要仔細檢查清楚 當這種東西都很齊全的時候 它蓋回去 它再過十年 二十年的時候 我坦白講 這架飛機 我也是花了五千塊買的 對 現在已經值兩萬了 然而這種飛機 我有十幾架 這是不是一個好投資呢 是啊 好棒 而且我覺得你保存得很好 我看得像新的一樣 對 完全新的 你會每天拿著灰塵擦拭一下 不是 它根本在無塵的環境中 為了這些飛機已經無塵式了 對 小敬你呢 塔羅牌 我覺得其實塔羅牌是小眾 然後對使用塔羅牌 我喜歡塔羅牌 它是一個工具 但我覺得興趣或收藏這件事情 它就是一個夢想 那它充滿了很多回憶在裡面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尋找自我的過程 所以其實像我手上這一幅是 捷克藝術家設計的 然後它要一百二十歐元 對 也是大概三四千塊台幣 那其實我們在這些收藏的過程裡頭 就會找到很多樂趣 對 然後重點是真的很喜歡它 那我們從小地方做起 然後堅持 我們就是收藏這個東西 然後一路走下來就會覺得 在這個過程中也自己很開心 這最重要的 就喜歡廚房 有錢怎麼可以賺這麼多錢呢 就更喜歡它了 對 OK 我覺得藝術這個方面 因為金額都很大 所以我們來講 就是在講三個字叫 真金錫 人無我有 人有我金 人金我錫 所以這個作品越稀有越好 像我們剛剛都在講限量跟原作 那很多人在收藏限量品的時候 你趕快跑來買原作 那這些限量品未來的這些 買家們就會變成原作的 潛在購買者 那當原作它上到拍賣 或上到很大的這個展覽的 空間的時候 你就不要怕沒有人來買這樣 OK 這樣做很多功課 對 所以金額其實是一個 滿大的進入門檻 要有財力的 十八格 如果說你要喜歡球鞋 最簡單的話 你就看各大經銷商 哪個告訴你要排隊 這是最簡單的入門方式 排隊就有 對 然後再來其他就是 當你越喜歡這東西 你會越想去研究它 到後來你才知道這個東西 像你東西給我的 這個東西會長不會長 大家就知道 這是慢慢累積的 當然最簡單 就是看網路消息 話題整個度 以後我們服裝店 每一天都會貼出來 我們這個都是限量 然後歡迎提早來派對 有沒有 提供餐點 然後我每天找功課生來排 對 這樣好會賺錢喔 郭杰老師 你很會挑話做 我發現 我覺得就是收藏這種東西 我覺得每個人 一定要有個興趣 那興趣呢 你可能 興趣是喜歡賺錢 或者喜歡過好生活 可是你一定要有個樂趣是 你可以收藏一個小小的東西 或者收藏一些 你覺得很美的東西 那我覺得收藏世界裡面 很少你會發現會有憂鬱症 或者說情緒暴躁 其實收藏真的會讓你的人生 會變得非常正向 而且非常開心 那你每天就是說 你的視覺看得也是美的 然後當然你想很多事情 也都是美的 當然最重要 你回去看你的銀行戶頭 也是正向的 因為它可能幫你爭執很多 那其實我滿建議 台灣人很多人生活都很苦悶 我覺得就是說 你最少最少 你可以收藏很便宜的東西 你可以收藏很貴的 或者量力而為 但是收藏這件事情 是可以讓你的人生 變得非常有趣 我覺得這點好棒 光收藏本身你就賺到了 是 越好快樂 你賺到一個快樂的人生 好 先謝謝所有達人的這個分享 我覺得真的是 這個學到了很多 我們就是 責你所愛 賺你所責 希望大家越收藏越開心 越賺錢囉 拜拜 拜拜